寫比加在三十樓 昨天的比賽真是很可惜 我一分真是輸得不值 對了, 你住在哪裡? 巴比輪塔的頂層 你是說在車站前面 最近才建好那座三十層高的住宅大廈? 有興趣的話就來我這裡玩吧 很好… 這個景真漂亮, 沒得彈 這裡的夜景更漂亮 這個單位雖然是在三十樓 但是有幾部超高速的升降機 陽光都很充足 在這麼高虎視飛的小鳥 感覺很好 真是好 真是很羨慕 是嗎?這些都是小小的 很厲害嗎? 我叫爸爸買我這麼高的單位 小福竟然也會羨慕人 是呀, 很少有 不如我們也買一個高層的單位來住吧 你說就說得簡單 你知不知道買一個高層單位要多少錢? 而且我覺得住在有花園的屋 是最好、最舒服的 為什麼? 身為人類 當然要雙腳站在地面上生活 才符合自然 爸爸的思想太守舊了 他沒在高的地方住過 當然不明白 那你要不要試試試看? 你拿個單位出來嗎? 這些東西哪有可能做到才行 想起來還是不好 你幹什麼?拿到一半就收起來了 現在這樣做會引起控洞的 等半夜兩點左右 沒什麼人的時候再試試看吧 兩點?我會心掛掛睡不著的 我會心掛掛睡不著的 我會心掛睡不著的 半夜三更好, 半夜三更好 你忘記了嗎? 對了… 你要拿一棟大廈出來 不是拿一棟大廈出來 高層住宅化升降機 要利用這東西將這房子升上空中 一定要小心不要吵醒爸爸和媽媽 先看看 你要在這個地方裝什麼? 是壓空間連接器 為了令這房子即使離開地面 也可以用電力、煤氣、致來水和排水喉 就要連接壓空間 原來是這樣? 就放在這裡吧, 去三十樓 真是的, 這房子正在升上半空 我想從廚房看出去的景色會很漂亮 厲害, 這個景色很漂亮 暴升降機停了 這裡就是三十樓了 但是如果我們的房子是三十樓的話 那樓下就是二十九樓了 多少樓下都無所謂 來吧, 一邊喝果汁一邊慢慢欣賞夜景 如果是白天 在那個方向會看到富士山 如果一直過著這樣的生活 心境應該變得很平靜 好像有人在我們家門口 怎麼會?我們這裡是三十樓來 不過正確來說應該是二十九樓 難道是有零來? 不是, 整間屋只有門口 還跟地面連接著 我回來了, 開門吧 什麼回來了? 是誰呢? 開門, 快開門 請問是哪位? 是那位 明明是隔壁屋的位 真是不好意思 看來是認錯了家 是誰? 什麼事都沒有, 晚安 晚安 好, 我們可以繼續好好欣賞夜景 我有個好主意 是什麼? 只要按這個按鈕 街屋就會慢慢轉 360度, 看到了 打開窗戶應該會很舒服 對 厲害 看到東京鐵塔 看看, 還看到東京灣 好多大 天氣報告好像有颱風來 關上它 那樣?好像有人在樓上 會有誰在? 對了, 剛才我們有沒有鎖好大門 好多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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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走 很危險的 回來吧 我身手很靈活 再見 這裡是三十樓 糟了 好多大門 好多大門 身為小偷竟然要人來救他 我… 這就是我之前收到的測驗卷 不是在身為小偷 怎麼會有這麼多? 已經盡量收拾了 飛走了那些就放棄了 原來住在這麼高的地方也挺麻煩的 糟了, 變得越來越大風了 糟了, 你好害怕 好清晨 我昨晚發夢遇到暴風雨 弄得好像暈船落似的 我怕了高的地方